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 龙猪队撞车的鸡西吃队 由于是鸡脚一看山的友情对局 更多的是欢乐色彩 至于有多欢乐一起跟随画面进入对局 眼点散播一辆飞行器 鸡脚看见的也是没有任何意外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迎接龙猪队的准备 龙猪队四人分别驾驶三辆飞行器 往劈层的方向聚龙 而他们也是清楚 鸡脚这一队就在劈层 这一次怎么知道的 想必只有鸡脚一看山 两边的粉丝清楚其中的门道 龙猪队前队来到教堂 先行观察批诚的集市 毕竟战前准备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不过在两队叫战前 咱们先奉上一波鸡脚的战前狠话 打看山不是有手就行吗 有吗 来了 需要放什么狠话吗 小三三 谁都可以不用补 但是这个人一定来得给他补 必须补 对 谁都可以补 对 看山必须补 对 打倒就一说子摁到底 哪怕是身边有三个人在打我 但是 我还得把他抵了 这个就是中彩 龙猪队前沿做好准备 三架飞行器直气 而就有机脚队友 也是发现了龙猪队 并做出反击 三倍不次精准跟枪 疯狂输出 打完一锁子又是换伤AK 雨露惊震 龙猪队枪线范围 势极过广 机脚也是只得来到房子之内 躲避龙猪队火力 他卡那个发子啊 嗯 这小发子 时间回溯之前 三架飞行器直气偶肉 直男严厉释放爆发 获得无敌保护罩 精妙狗杂一波射出 直接将红色轿车敌人 打成撕血 荒物之路的机器 队员直接被直男放倒在地 看山直接来到地面 超出货面直接干拉 顶上双二台就是计较 看山也是无所为己 直接潜拉 顶上这边 前方有危险 我打个药啊 看看 打你倒一个 这标签 面对三个无敌保护罩 机脚签队 没有办法 只得手掐土豆零 左侧一个敌人 干拉其中 机脚来到小房间 再次掐零 这个敦服走路的姿势 是不是很像 你大学生 机脚看到这个场景之后 内心想法是这样的 在跟着他 自己一样的 站在那个围墙 他以为我是傻逼 他是不是 啊 我再压个雷 他站在那儿 一动不动 都全是没给我打 啊 我不补你 我不补谁啊 说吧 其身一波输出 直接连打大夫 这不就是你吗 啊 我亲爱的三三 啊 突破口 突破口打开了 打一打一个 这里这里 这里这里 我给 每当有人大掉一生 并会有人惨掉大分 没有买掉就没有伤害 只能利用飞行器 直接来到中段房间 机脚被农质内 全队包围 想要破门而出 都是一件难事 这里疯狂起源 房子周围 试图浑水摸淫 只能手下头的雷 瞄准机脚 所在房子 一个字出顺网 随后机脚倒地其中 好 我是三层楼 还有一个 我的三层楼 我对面 面对动之队的猛烈攻势 机脚也是甚至 身为男人 能欺人声 一事便发生 以下一幕 他不打了 不打了 头枪 头枪 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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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枪 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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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住手 快住手 别打了 虽然机脚含破了喉咙 遗憾的是 龙珠队前员 并未开始全部收听 仅剩最后一人 被龙珠队前队 包围在三层 脑进后也是严厉放弃 什么意思 不知道 最后看上也是 并没有因为机脚的 连打逮捕 而生气 毕竟这份兄弟情 仍存心中 做兄弟 在心中 没事 问题不大 对吧 就当给他封个红包 你看 人家孩子刚出色 很高兴